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盘罗钢达到了国家建筑用钢材三级标准 实现了资源的循环利用 东营凯亚再生资源公司是我县的重点循环经济企业 近年来 公司先后投资7.3亿元 上满了年产80万吨废钢处理项目 和年产50万吨金属铸建加工项目 拥有世界领先技术水平的 德国林德曼废钢破碎机和金属铸建生产线 形成了从废旧钢铁回收 破碎处理 到金属铸建及产品的一条龙生产线 近年来 陈庄镇以优化资源利用为核心 以科技创新为动力 以重点项目为抓手 依托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优势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东营国安化工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 分子蒸瘤废润滑油改制项目 拟进国际最先进的高分子蒸瘤技术 以废旧润滑油为原料 生产润滑油基础油 实现了资源循环利用 东营格瑞像素公司和青岛科技大学 联合研发的反式丁物橡胶合金材料 填补了国际橡胶材料的空白 产品具有回弹性好 低升热性和耐磨性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于汽车轮胎制造和医疗 军工等领域 是山东省中小企业一起一技术创新项目 东营新兴橡胶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了智能长减压 废橡胶联素素化机和再生橡胶联动生产线 年可回收轮胎3万吨 生产成品再生胶2万吨 目前陈庄工业园已初步形成了 以废旧钢铁 废旧润滑油 废旧轮胎等为主的再生资源利用项目集聚区 全镇上下力争通过三年左右的努力 使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集群产值达到200亿元 打造全国再生资源利用循环经济重镇 昨天下午 我现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演出 这次演出由县委组织部团县委 县官公委 县教育局 县文广兴局共同主办 参加演出的演员们都是来自我县农村工作一线的大学生村官 演出以铭记历史振兴中华为主题 分为《烽火》《奋战》《竹梦》三大评章 歌曲《保卫黄河》《游击队》之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施朗诵不能忘却的记忆 民族再生的喜炮 舞蹈《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节目 把抗战精神 爱国精神 民族精神贯穿其中 感情真挚振奋人心 再现了中国人民同投敌忾 抵御外辱 保家卫国的争容岁月 今天我们表演的都是传统的抗战曲目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大学生村官 有义务将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在农村在基层做出自己的贡献 那些为抗战做出巨大牺牲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我们尊敬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历史 同时要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让我们每一个人为祖国的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台上精彩的节目让观看演出的学生们深感震撼 大家纷纷表示一定牢记历史 不忘过去 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 我看了今天这个节目 我感受到革命先烈们十分热爱祖国 肯为祖国付出 肯为祖国奉献 以后我也要像他们一样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我对那些革命先烈的那种 百折不能接人不屈的革命精神感到敬佩 所以今后我一定要好好学习 民进历史振兴中华做祖国的动量制裁 让广大的青少年来崇闻历史 缅怀先烈 增强爱国主义的热情 进一步的来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用这种青春力量来进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日前 黎金街道东街村村民自发举行文艺晚会 庆祝抗日战争即世界防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唱歌的这位老人叫刘克文 老人亲眼目睹了日寇惨绝人寰的暴行 也亲历了八路军收复历经县城的情景 老人告诉记者 当年八路军攻打历经县城 最先攻克的就是县城的东门 他和东街村的许多群众都目睹了那场战斗 回想当年的情景 老人依然历历反目 历经历是革命老区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 历经居民同仇敌忆起抗日 有力打击了日寇的嚣张企业 1944年8月16日 八路军渤海军区率先向日伟军驻守的历经城发起猛攻 经半夜激战攻入城内 消灭日伟军1500多人 至8月18日 历经县全境解放 是山东省第一个全境解放的县 同时也揭开了渤海军区局部反攻的序幕 为山东军区的全面反攻奠定了基础 时光荏苒 日月如梭 转眼间70年的岁月已经流过 如今的历经县城更是旧冒幻新颜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东街村的群众家家过上了富裕文明幸福的新生活 府经追悉 许多经历过抗战洗礼的老人更是感慨万全 对旧社会这个日宾贵的这个侵犯中国这个是很可恨的 通过这新社会一看这个感到非常的自豪 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满意 教育下一代就是要让他不往国家 要好好的学习 对社会有很好的报答 没有华丽的灯光 没有豪华的阵容 一台简易而庄重的晚会 却寄托着东街村群众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爱 歌曲918 金中暴国 舞蹈北京的金山上小小红军有力量 武术表演 练好本领保家乡等节目精彩分成 表达了人们铭记历史 不忘国耻 发奋图强 努力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真挚情感和美好愿望 现政协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座谈会今天上午召开 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今年以来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情况 交流经验以会代讯 安排部署下部任务 会议指出 社情民意信息是政协参政议证的重要形式 近年来 现政协特邀信息员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限制单位信息工作者 高度重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 报送数量不断增加 质量不断提高 取得了优异成绩 在下部工作中 要以开展命提示信息征集工作为重点 积极撰写报送高质量信息 把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坐实坐深做出特色 要加强学习 多了解国家方针政策 多关注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提高捕捉和撰写信息的能力 要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 深入生活 全面了解广大群众的意见和看法 发挥社情民意联心桥作用 让党委政府及时了解掌握群众的所思所需 所及所忧 为解决社会民生问题贡献力量 昨天 我现在举行企业职工安全生产培训班 这次培训班由县总工会县安监局共同主办 主要是结合当前工会组织开展的 查身边隐患报职工安全 促企业发展活动 进一步提升企业职工安全生产意识 强化职工岗位安全生产技能 培训班上 安全生产专家系统解读了 怎样建立企业健康 安全 环境 三位一体管理体系 怎样纠正员工不安全行为 怎样调查事故和加强安全管理等内容 今天上午 陈庄镇召开 约谈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及环保工作会议 要求全镇上下进一步增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紧迫感 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及环保工作 要居安思维 警钟长鸣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 做到思想再强化 措施再落实 力度再加大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大排查 大整治 突出抓好道路交通 微化品 亦燃亦爆 粉尘防暴等 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的监管 坚决消除安全隐患 9月1号 力金一中举行 2015年秋季开学典礼 共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学校勉励全体同学 做信念坚定 学习刻苦 全面发展的学生 做举止闻名 谈吐得体 目光远大的学生 做积极乐观 阳光进取 明理友善的学生 希望全体教师 至存高远 爱笑敬业 为人师表 教书育人 赌学创新 与时俱进 用智慧和汗水 开创力金一中 更加美好的明天 各位观众 今天的力金新闻 播送完了 感谢收看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